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利亚、伊拉克、阿勒斯坦等小国,在家破中狗狐残存着,人民的身上背负着巨大压力、贫困、饥饿、虐气、恐怖分子这些不稳定因素,见凤差针地吞噬着伤寒累累的中东。 在中东乱局许多重要因素当中,乱局形成的原因,最主要还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横行把道素导致的。 而且在特朗普和其政府绝对鹰派带领下,美国更具有自冷战以来的最高冷血把权色彩走向了与人伦和平相悲的另一极端。 这种情况在战争铁梯踐踏跌下变得越来越复杂,中东越来越热烈。 据《环球时报》6月18日报道称,原理叙利亚、阿拉伯同学士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连军空军队叙利亚,在丹尔族二上哈里军战的阵地实施了打击,已经造成多名士兵死亡。 据官方报道,这是美军第四次空袭叙利亚,也能从中看出一些端倪并加以推测。 看得出从第一次空袭叙利亚开始,美军就已经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另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美国当地时间6月10日,美军杜鲁门号和动力航母战斗群转移至地中海东部地区,目标正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行动。 但五角大楼对再次空袭叙利亚的狡辩称,并不知情,予以否认,美国为什么作恶之后,又矢口否认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这与美国一挂奉行的霸权主义并不冲突,只是玩霸权主义更合理,牵入别国找一个更好的借口而已。 这样一来,美国就有足够的理由向全球展示其正义,也向其北约盟友表示了美国对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的坚定决心。 吃一吃二鸟,一见双雕之气,恶有恶报,不管美国怎样蒙蔽世人眼睛,怎样粉饰太平,都不能挽回其在全球的坏角色形象。 除了北约国家还不得已被绑在美国战车上之外,几乎全球都达成了一支共识,美国是一个屠夫国家。 试想,如果没有美国在中东挑起战争,没有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存在,没有绝对的自由和美元利益,世界绝对不会像现在这般动荡。 野蛮,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朗也不会被束缚,被控制,被殖民,当然也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恐怖主义乱向横省,这全都是美国以暴制暴劫下的恶果。 事实上,美国口中所认为的恐怖分子,只不过是几年早的一个假象,这些流传在中东的恐怖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亲自安排的,为的就是有充分借口进入别国,谋使石油利益,金融殖民弱国,简直是恶劣之极。 现在,野蛮又陷入了新的乱局之中,中东版图已经是四分五略,由以色列打前阵替美国效命,更让这个地区不轨云绝。 如果没有俄罗斯,此前的胜利,中东就被美国完全掌控了,中东之变,中东之商也正是由于没有一个可以与美国形成绝对力量对抗的国家,才导致了今天的这幅局面。 希望俄罗斯与美国对峙到底,将雷若,欺压风险将是最重要的。